兄弟们早上好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 就是喂下狗子们 还有三只狗子 过两天要送上去两只 这狗子啊 你得缺钙 那个脚 你会一拐一拐的 站不稳 我们要给他们不准钙啊 天天吃那么好 他们缺钙奇怪了 三勺来粉啊 再加个鸡蛋 土鸡蛋呢 这个鸡蛋壳不能浪费了 鸡蛋壳放里面 鸡蛋壳也是补干的 搅拌一下 很多朋友说是得出生病的 得出细小犬温狂生病 怎么可能吧 要是得出这种病的话 我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 他就是不吃不喝了 就是姐姐刚才去干 毕竟没喝过母路嘛 是吧 抵抗力比较差啊 慢慢吃别急哈 去粘解一下车子 又粘了 好像推迟了几天 去粘解一下哈 没办法吃 没办法吃啊 出发哈 空中抗脏 空中抗脏 跟托阿基一样 也没有好爱护过他 什么路都能去 什么路都能走 只要不掉沟里去不限车 这车的漆啊 到处都刮花了哈 先去帮朋友买点腐竹哈 先去帮朋友买点腐竹哈 让我顺路给他带过去 大山深处有人家 来 给他做腐竹 帮我拿一袋腐竹 拿一袋他说 买了一袋哈 一袋五斤 十八块钱一斤啊 这腐竹好吃好香 现在去捡年捡一下哈 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啊 一辆板车 空灯光了空灯光了 年捡之前先把灯修一下哈 刹车灯都没有 把灯泡换一下 刚才修车行有一个 收二手车的 卖二手车的 然后我顺道打听一下 我这样车去卖了 卖多少钱 人家说三万都不敢收 意思就是最多两万来块钱 这破车真的是 十几万买的 现在卖就卖个一两万块钱 也有差不多七六年了哈 嗯再开几年吧 就当三轮车开了 哈 到了哈 你看一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哈 等一会儿 他们在检查啊 嗯一道一道的测 一个小时了 还在测 一辆破车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 不好了哈 我不知道是我车有问题了 还是什么情况 他们这一检测 我只是等船亮了 这是要哈死个人呢 这是哈 这不讲还好 一检测都等船亮了 先开一下吧哈 看看能不能消失 还有这么多毛病 那得了 现在先给朋友把这个辅助送过去哈 顺便蹭个饭哈 哎开一会儿没事了 成功灭了哈